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我爸享乐生活 今天不是要来分享生活记录的不大 用影像记录生活已经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这个部分都是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爸最近想说要让频道慢慢朝向另外一个方向 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爸想说要开创一个新的单元 什么单元呢? 最近我爸跟二姐的小孩在互动的时候就发现 现在小孩都不太会讲台语了 台语是什么呢?就是台湾话 台湾话前身是什么? 就是从闽南语 我们最早从董山古台湾无关的前 那个时代 我们来到台湾时候 祖先有带过来的语言 有闽南语、有客家语 那经过了两三百个眼镜 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日本殖民统治啊 所以闽南语也不见到现在 变现在台湾话 那台湾话在教育部的教科书里面有 律定怎么学 那我爸今天不是要来教教科书里面的内容 那我爸也是受过正规的台语教育 我们就来教一些比较口语化的台语吧 那闽南语过来台湾时候 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口语 藏州音、泉州音 所以造成现在的台湾南语北调 有些语调可能北部有 有些调可能南部有 所以任何到大学 或是到工作环境 接触不一样的人 一讲台语 所以他说 为什么跟我以前小时候听的不太一样 我爸就把我们这几年听过的台语 来跟大家做分享 你来说台语买通 我们今天就有准备进行 台语小教室第一课 第一课来的比较简单一点 以前呢 我爸在大学时代 我爸大学时代都是讲台语的 所以大学时代 现在同学都觉得 为什么连台语腔调那么奇怪 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宜蘭的腔调 跟南部腔调 可能有招作音、全收音的区别 宜蘭跟桃园 某一部分的人的音调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南腔、北调 在哪一句话比较好差别 你到大学 你会说 听他讲哪一句话 就知道刚刚是不是宜蘭的 或是桃园的部分 我们先来个简单的吧 吃饭配乳蛋 乳蛋软软 吃饱 赶紧回家 台语怎么讲啊 这个朋友 我马上试试看 讲一下 这三句话 简单的三句话 台语要怎么讲 我们把我爸的东西以前 刚刚都把他讲一遍 这边跟你讲的不一样 吃饭配乳蛋 乳蛋软软软 吃饱 软软软软 好 这个是 柔霸的强调 你会发现 可能跟你不太一样 那你会是什么强调吗 吃饭配乳蛋 乳蛋软软 吃饱软软软 我们再练习一遍 吃饭配乳蛋 吃饭配乳蛋 吃饱配乳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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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南腔北调 不太一样的说法 跟你们怎么讲啊 好 虽然现在教一部 有审定的一个 台语教学 那的话 那也不会那些 罗马评音啦 以后再来慢慢研究 我爸从小 都是听到的 被来讲台语 讲台语 他现在 会讲一些 可能 有一点深度的台语 把我们之后的节目 再慢慢来探讨这些台语 如果对台语学习有兴趣的话 不妨在下面留言 你对哪句话比较兴趣 我爸帮你找出 他台语的说法和讲 我爸 你今天的台语小教师的第一课 就到这边结束了 再把这三句话 说不定 你又有不一样的腔调了 各位朋友 下一期的 柔霸台语小教师再见 우�ργ管理中 我 misma 我们下个礼拜见 �rt buy Monday 我们下个礼拜见 南小教师 因为大家需要 翻译 使用